刚刚传进来的画面来关注 台东大午西河川树郡工程 在刚刚中午发生了一起意外 有一辆砂石车从堆至30公尺高的沙堆滑落 司机被车身给重压 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中 台东大午西正在进行树郡工程 在铁路桥附近堆至将近30公尺高的沙丘 有一辆营造公司所属的砂石车 开到了山丘上面去卸沙 依次土质松软 连人带车往下滑 结果附近的民众看到了沙石车翻覆 赶紧通报119 台东消防局货报赶到现场的时候 赶紧用这个怪兽把车吊起来 把沙石车驾驶救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目前还在医院抢救中 意外的发生原因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